今天我们来装一台课金主机 玩意喜欢带大家回身体大家好 我是猫三 今天我们来装一台课金主机 说到课金 大家应该都给游戏课过几版 你课金最多的游戏是什么呢 说来惭愧 我课金最多的游戏可能是 QQ宠物 这么说可能会有点暴露年龄 不过没关系 我们回到正题 今天我们来装一台机子呢 为什么叫课金主机呢 首先是这个机箱 这个机箱的名字叫做NPG客金枪100 虽然我不太清楚它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但是这个机箱的价格也不止客金100块这么简单 不过这是我近期见到过的常规机箱中设计的比较有感觉的一款 你看这个前面板 冷角分明 一看就非常的威心 首先来看一下机箱的前面板 这前面板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算是金属材质 其实不是 它其实是工程塑料 但是它质感非常好 上面喷了层漆就会感觉你 让你感觉不出它是塑料的手感 然后前面板这边还带了一根灯条 底下也是有一根灯条 而且这个灯条是支持与主板和其他外设同步的 包括显示器 包括鼠标键板什么的 这个前面板这边 这边你会发现这边有个隆盾的标志 这个logo会发光 下面也是有一个对称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板 这个板可以支持3D打印 就上面的logo字可以自行的去设计打印 然后机箱上面的这些接口的话 就是比较常规 比较常规的是开机键 另外一个是重启键 包括灯光调节按钮 还有两个ESB3.0的常规音频接口 那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吧 内部的空间设计的非常大 最大支持eATS主板 最小支持iTS主板 就是所有主板板型都可以兼容 上面的话可以放下3D冷排 前面有三个风向孔位 就是说3D冷排想放上面放前面都可以 但是机箱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 它并没有一个数值显卡卡槽 就是你显卡想要立起来的话 它这边并没有预留相应的孔位 你可能需要自己聚一下或转一下 这是一个缺点 好 现在我打开这个背盖 大家可以看到背面 它背面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走线的极限器 这样子的话你线就是不用担心你线不知道怎么走 你线只要往这个盒子里面一塞 盖上去就妥妥的了 完全不需要你自己走线 那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 因为现在大家机箱经常都会放风扇 放RGB风扇 那RGB风扇大家知道 一般会带有一个风扇供电口 还有另外一个RGB接口 那这个RGB接口有些是5V的 有些是12V的 那你需要给它同步起来非常麻烦 需要一个同步的装置 那微信的机箱的话 自带了一个8路的RGB灯的极限器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装 你最多支持8个风扇 8个风扇都可以装在极限器上面 然后直接装到主板上面的同步 就非常的方便 OK这个机箱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板材用的也比较结实 这主要还是一款玩灯的机箱 当然这台机子只有机箱客金可能是不够对吧 显卡也是要有信仰的 这张显卡大家可能第一眼看起来像美气罩 但是看一下它的侧面就知道了 这是AMD最近推出的全新的7nm显卡 VDM7 这张显卡怎么说呢 12G的显存 普通游戏玩家怎么用不玩的 所以说这是一张兼顾了吃饭工作和打游戏的 居家暖清宅男卡 它的各方面规格和AMD去年推出的7nm专业卡 MI50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它还可以打游戏哦 AMD给它配备了两个版本的驱动 一个用来制图计算渲染 另一个用来娱乐 而且它还便宜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RADIAN7对于有着制图计算渲染的专业人士来说 真的是一个大宝费 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我们普通平民老百姓要有更多的还是游戏性能是不是 游戏性能怎么样呢 相对于VEGA64得益于7nm的制程红利 RADIAN7在更小的核心里塞进了更多的流处理器 还有着16G的HBMR显存 主频也有所提升 但依旧还是GCN5.0的架构 所以说你看这个罗马数字7 把这个V和一个2拆开就变成了VEGA2 可惜真的是一卡难切啊 16G的HBMR显存真的很贵 那如果对不起老皇家的RTS2080和GTS1080Ti怎么说呢 肯定是比1080Ti还要强那么一点的是不是 但是对不起RTS2080没有光线追踪 没有DLSS 虽然说A卡占未来吧 但是光追的未来也是可期的 所以说起来 你们觉得16GB的HBMR显存这种前景呢 还是光线追踪和DLSS呢 再来看一下外观吧 这张赛文显卡同样也采用了霉气罩的散热设计 这个表面是一个全金属的磨砂材质 顶部有一个RADN的信仰灯 防弯区背板 8加8PIN的供电 保留了阿字红色的脚灯 第一眼看过去有种玲珑头子的感觉 可惜没有暗红灯 另外要说一下这次的RADN7 各家推出的都是公版的设计 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 连风扇上的标可能都没有贴 未来会不会出飞工不知道 但是我猜大概就是不会了 OK 客戚的问题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要用的配件 由于9000K的散片现在缺货盒装太贵 所以说这次我们勉强将就用了这个R700K 那搭配上归芯的这张Z370TOMHANK Z390TOMHANK 为什么选它呢 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价格比较亲民 然后同时兼顾了5V RGB和12V RGB接口的主板 因为我们要想让这个机箱和这个主板 还有这个启动器 还有一些外设同步 所以说就是需要 一定要主板上面有这个RGB的接口 那三种我们用的是 这是酷妈的冰神240RGB 一屯采用是芝奇的8x2皇家机 再搭配上这个性价比很高的 奇数黑盘500G版本 再加上微星的这个电竞显示器 NPG27CQ 27英寸的2K44屏 然后最低1毫米的响应时间 OK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装机的所有配件 那我们就开始装机吧 OK机子装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一套红色灯光不够酷炫的话 没关系 这边的全套设备全部支持软硬件的神光同步 那我们就开始RGB吧 那么机子装完了 试图的试码总得拉出来溜溜看吧 这张Radio 7跑起游戏有多强呢 谁又具显存导致能不能被吃满呢 如何在4K画下实现有画质与帧数的平衡呢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游戏测试 首先是晴天的娱乐软件 鲁大师 鲁大师这个东西在不同分辨率下 跑分还会不一样的 这次是在1080P下跑 33.7万的分数娱乐一下就好啦 在跑3DMark的时候 娱乐大师一直提醒我显卡太烫了受不了 但是AMD自带的监测数据又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AdaOS的GPUZ 暂时都检测不了其他的具体信息 这应该和AMD引入了新的温度检测硬件 以及温控策略有关 该姓谁呢 游戏的话这次都要选了三款3A 看看Radio 7在1080P到4K不同画质下的帧数表现 在最新的劳达里 无论是1080P还是2K分辨率 赛文都可以很轻松的吃下 显存占用也不到实距 但到了4K画质下就扛不太住了 显存占用依旧 所以说如果想跑4K就得适当降低一些画质来玩了 那降临多少呢? 神怀危机2重置版或水位告诉你答案 这游戏如果以拉满200%的全特效 在1080P下可能都难以维持60帧 来到2K就像是在看PVT了 这谁顶得住啊 我们把画质适当降低到百分百丝般流畅 我一直在想有什么游戏可以占满着石油剧的显存 在4K画质下 生化危机还真的做到了 石油剧还不够他吃的 不过在实际测试中 显存占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水平 把画质调为百分百以后 终于可以在4K下享受丧失的快感 最后在AMD的亲儿子孤岛惊魂无礼 不管是4K还是2K 作为AMD全村的希望 赛文显卡都对了其他头牌的名号 OK 这张Radeon7国行售价5699 和盖版RTS2080时评 红绿两场你会选谁呢 除了游戏和硬件以外 你还会在哪些东西上面课金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发表你的看法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欢迎使用猫33年投影币点赞助交产仪器合成 也别忘了经常来关注我们的淘导店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K2群持续关于你的到来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